近日多個州都有小狗患上一種不明呼吸道疾病 多地的獸醫實驗室正調查導致生病的原因 俄勒江州、科羅拉多州和新刊部12州等地 都出現過這種疾病 自8月中場以來 俄勒江州農業部已經記錄了200多例的病例 患病的狗會出現持狗的呼吸道疾病和肺炎 並且對抗生素沒有反應 染病症狀包括咳嗽、打嗤、鼻或眼部、分泌物增多 以及嗜碎 有些病例的肺炎進展迅速 在24至36小時內病情嚴重 據稱有死亡的個案 目前全國各地的實驗室正在分享相關發現 試圖找出致病原胸 相關專家呼籲寵物主人不必恐慌 並建議主人帶寵物接種最新的疫苗 包括預防各種呼吸道疾病的疫苗 以及減少與其他狗的接觸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